海內賽事練習三,C3組合 來到第三集 有三組人繼續在騎術學校學習 兼看馬術表演 而紅組繼續訪問Pierre、五彭治 至於今集主題賽事 是4月13日舉行的 女王伊麗莎白錦標賽馬日 終於來到第三集 戰況越來越激烈 黃組暫時追過六組 以兩隻金杯和紅組一齊並列前列位置 不過都是暫時升 再看他們在唐家市打一里賽日的心水 第一題,兩組同樣選到頭馬川河街區 不過六組多加一隻位置 自然贏到這隻杯 而第二題,兩隊都是一隻武裝自己 一隻胚 所以一齊舞杯 打王 所以目前戰況更激烈了 紅組、黃組、綠組三隊 拿到兩隻金杯叮噹馬頭 而藍組要加把勁 而做得海外賽事練習生 除了要看海外馬匹 其實也要留意海外的評述員 不知道Pierre有沒有留意他們 怎麼評自己的馬呢? 我想問一下,特別是你做海外賽事的時候 你見到馬匹 即是你自己的馬去遠征的時候 那會否想聽到當地的評述員 又或者當地的馬評家 怎樣去評價自己的馬 或者是想聽些甚麼範疇 其實海外的錯誤 評述員是不公平的 首先他們會說走圈 他們會反應到哪一隻情緒不好 哪一隻情緒好 哪一隻走得不好 首先我們會看那個樣子 第二,我想最反應到就是在雜錢 盡量不要扭機 不要濕透 我想最兩大因素是在海外的評述員聽到 即是他們多數會說現場的情緒 現場環境 很少提醒照顧 會否提醒照顧 即時那一刻 他一定會提醒現場環境 然後再提醒方 再提醒方 而另外三組 在屯門騎術學校做完苦力 都有些甜口給他們 一起去欣賞一下馬術表現 那我想問ANGEL你平時會否有看開賽馬的菜式 我是比較少的 不過有時如果電視機播出的話 都會看兩眼 但我的焦點是看這隻馬好像挺漂亮 挺帥的 即是美觀上去 對 你會怎樣定義這隻馬是漂亮 由最外表就是眼睛 或是否很精神 然後看看它的模式 買走的時候是四拍的 我們可以看看走的四拍究竟是如何 有些是適合必須 有些很快很心急 可以安裝一下它的性格 ANGEL你有沒有看過海外的賽事 都偶爾會有一點點安裝一下 跟香港有一點點分別 有時外國的賽事 可能會有一些啡白色 像乳牛般的賽馬都會有 那我就會裝一下 好像挺有趣 好了 第三集 關於女王伊利沙白錦標的辯論 即將開始 題目一 貼馬今屆笑到最後 今屆女王伊利沙白錦標的焦點馬 有不少是貼馬 看回數據 原來1986年到去年 只得七屆由貼馬贏 今屆是否跟國不讓鬚眉呢 代表正方的有黃組 反方的有藍組 練習生交給你們 Ready Go 根國不讓鬚眉這個成語 本來是出自中國宋朝抗金人物 梁夫人 但近代通常會用來形容 大家都認識的 花木蘭 簡單來說 女生不一定比男生差 用來形容我們今場的馬女 真是再好不過 對 雖然說自1980年 只有七屆由貼馬贏 但當中有四屆 都是近十屆日 所以可以證明到 貼馬的實力 在近年越來越厲害 還有平榜賽中 貼馬本身已經可以讓多幾磅 其實排得一級賽 大家實力都差不多 不會差很遠 你又可以讓多幾磅 我覺得貼馬 絕對不會輸遍給你們 豪馬 而且今屆幾隻焦點馬 例如精緻之道 真年嬌企 又或者職業務廣場 這三隻都是馬女 他們的實力都不容忽視 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他有多厲害 我們反方就認為 今屆的貼馬真是差不多了 看回過往的歷史 1986年至今 只有七屆由貼馬贏出 而且有三屆是由同一匹 超巴馬後雲獅才贏頭馬 這麼多隻馬後嗎 算起來 只有五匹貼馬贏出過這場賽事 而且今屆各族的貼馬 欠缺場地路程 根據 例如這隻精緻之道 歐洲服役開的 亦都沒有跑過藍域馬場 跑都沒有跑過 怎麼贏 所以我們 完全不撐痴馬 你剛剛說的精緻之道 他是沒有跑過藍域馬場 但是他贏了一場很重要的指標賽事 南威錦標 南威錦標 是20年的女王伊西三白錦標冠軍 加達布和上年的冠軍 宇滿杜拜同樣都是贏完這場指標賽事 再來跑 跟足部署 我對這隻貼馬很有信心 但是你的精緻之道 一向都是歐洲服役開的 上次第一次來澳洲跑 不知道他今次會不會有自購馬並發證 你買一買我那份吧 我們好像有些挺厲害的馬 我彈給他 其實我現在想說是卡西卡人 這隻9歲高多分陣型馬 其實是繼2018和2019年之後 哈林另外一匹連續兩輛 他贏了澳洲杯的賽驅 他最快的一屆 做到兩分鐘跑完二千米 所以比當年的大花更厲害 你也會說卡西卡人 都9歲 9歲跑完澳洲杯 休息14天 但是賽出來跑這場賽事 是不是真的回得起體力 我就喜歡這隻真年嬌棋 這隻馬雖然都六歲了 但是跟九歲都有些差距 雖然他上次輸過給卡西卡人 但是比你年輕 今場有什麼輕榜 卡西卡人會不會被這隻真年嬌棋 是不會的 因為上次他們有讓榜 但是也贏了你們 還有他雖然是九歲 但是也有相當多的經驗 所以我們支持卡西卡人 但是你才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有經驗是更加重要的 好似我這隻樂觀派 明驅來的 出道至今 已經取得16場頭馬 更加六奪一級賽錦標 令大家最深刻 莫過於去年郭士頓 以セミ距離拍照輸給這隻浪漫勇士 拿出一個第二 我相信這隻樂觀派一定是更加好的選擇 講到樂觀派 令我想起三從四得 樂觀派 部署不得 每次嘉年華第五場不得 二千米不得 直路更加不得 長直路 不好意思 歌都有唱 同學愛新鮮 癡馬就大過天 我一定選擇一隻耀武廣場 上一場就和精子之道一齊回來 擺前精子之道一格 最後八五米雖然被精子之道過了 但是因為它啟動早了 有權今場就反鮮回你們 但是你這隻耀武廣場 是沒有跑過藍域馬場 其實我們這隻樂觀派 真的有藍域馬場經驗 我相信 以經驗來說 我支持樂觀派 其實簡單來說 他們三隻癡女 都沒有同場同情的經驗 癡馬 癡女有沒有經驗 我都不知道 癡馬 沒有經驗都照得 浪漫勇士去跑 各士盾 一樣沒有場地經驗 一樣照贏 第一場結束了 看看他們的心水 第一題 黃組對幾匹癡馬 很了解 出動三從四得 表演分 抵給他們 來到第二題 Group 1 密密跑 更能造就好成績 澳洲秋季賽期 幾乎每星期都有大賽 不過可能隔一兩星期 就見到馬熟口熟練 難道跑得那麼密 就是容易有成績的秘技 代表正方的有紅組 反方的有綠組 練習生交給你們 Ready Go 網方認為 當然是密跑才能交出好成績 跑馬 不是跟你按個微波爐一樣 你猜真是按個按鍵 真是生氣了嗎 跑馬當然是等他多跑幾場 Touch去開一開氣 才會跑得好 所以密跑 多數我們都會界定為出賽 少於一個月 上一仗 就界定為密跑 以香港來做例子 近的有我們香港的打比 打比首頭三名的馬匹 包括大志尊 標之銀河 和家應全城 距離上仗的出賽日子 是21日 14日和21日 也可以拿西方來做例子 澳洲剛剛的唐家士打一里賽 一級賽的三匹冠軍 包括妙娘 電閃連連和精華衝天 全部上一仗都相隔14日 由此及見 中西兩岸都反映出 密密跑可以幫助馬匹 交出好成績 有方 我們今次的出賽馬匹 最長的都是21日 一個月都未夠 你們怎樣刷 說話不是這樣說的 這些東西是相對的 在參賽馬匹中 7日和21日比 7日便是密 21日便是相對沒有那麼密 我還是阿粉 這些便是英俊 我學這些 沒那麼英俊 別說不英俊 相對沒有那麼英俊 所以我們覺得 兩至三星期的休息 相對來說比較充足 正所謂 說笑 唱歌要加錢 我講我講 正所謂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看回上屆的成績 一贏第一次是羽滿杜拜 二、三年 贏完南威錦標之後 事隔三星期再贏女王伊利沙伯錦標 另外 再休息一年後 復出 他都輕鬆贏了金隊馬場 木蘭花錦標賽 周年 之前連續兩屆的冠軍 加達布 在2020年 都是贏南威錦標 再贏女王伊利沙伯錦標 其實都見到南威錦標這個賽事 比其他賽事更具有參考價值 其實都預計今屆的大熱 精緻之道 剛剛日圓南威錦標 和跑第二的耀武廣場 都會有相同的部署 我想綠組比較少照鏡 沒有看綠色的東西 眼睛有問題 對 那些問題 對 我覺得很不開心 我覺得被人被攻擊 但anyway 不要管也好 我們先趕回馬 鼓耀有魂就脈食蕩三分 我就說脈跑就翻幾番 紅組 隊形 Drop the beat 1 2 3 4 卡四卡路人家 脈脈跑都不用怕 跑多幾場蕩動一下 今場還不是大人家 是 沒錯 作為賽馬新手的我 我當然會選這隻卡西卡人 這隻九歲馬 雙場跑完澳洲杯二千米徒程 他開頭以為大包尾 誰知道原來是策略 可以說是老司機 中間放個內蕩鹽之後 慢慢衝到第一位 沒錯 九歲馬都可以贏了真年嬌契樂觀牌 問你服味 說真的 卡西卡人的實力我們都認同 但九歲馬真的不用休息嗎 我們就一定會秤過一線 另外的裡面 有種 ссылide corporal 應該穩侶也不會選擇 至少21日 21日通常只是精緻清浮 試原來是哪個全部オート 這樣才可以令到他的狀態好 然後可以大熱姿態贏 我覺得這隻馬本身要多有色 我們選那些當然要選近一點 跑得很頻密的馬 7天行不行 行 當然行 男人當然是甚麼都可以 7天怕甚麼 上期我們就馬開戰略 成績怎樣 我們好像只有第二 第二 但我們在哪裏跌低 哪裏跌花生 氣勢差一點 誰說我的氣勢不知多好 我們跌低會在哪裏再跌低 當然不會 就一定站起來 沉跑一身的方法跌低 這樣嗎 不理你了 高法旗不用說 1600米擺明以身 你想像王跑1600米也不是目標 跑2000米一定好很多 這次正好路程一定要選他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跑得很密 亦顯出另一件事 他未必有這麼有誠意或狀態去跑 所以我們都要包一些其他 譬如好像剛才 正式之道一樣都是休息了21天 21天都還可以繼續跑 就是這個耀武廣場 耀武廣場都是肉籠團體旗下的馬 其實當初買過來澳洲的時候 大家都不算太高期望 因為始終他是挑戰海旋門 叫做未能夠成功的馬 但想不到跟主馬一起跑那場難威錦標 表現其實相當不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對上一次是百多天 今次只是21天都算短 所以對他來說都是密密跑 不過我們都會包回他的 因為貞智之道 托里華齋 因為他已經贏了 上一次的南威錦標 而且對上四屆 有三屆都是南威錦標 贏了的馬都是打踏在這場賽事贏到的 所以貞智之道 我們認同的 都會包回 因為我們都會選擇華麗 華麗納的馬匹 這一場都完結了 又看看他們的心水先 這場紅綠大戰雙方表現都不錯 紅組的配合有明顯進步 扔得很青春 不好意思,綠組 這隻杯是紅組的 所以今集的表現 是紅組和黃組拿多隻金杯 暫時以三隻金杯領先 綠組緊隨其後 藍組就繼續大墮後 究竟他們可否追得上來 就要留意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女王伊麗莎白錦標賽馬日 看看他們的心水跑不跑得出 繼續導演 賽馬KOLC 海外賽事練習生 自身衝突